第1529集 与此同时 魔族外的一座山峰之中 盘腿而坐的永恒圣王眼眸睁开 一股忧患之色溢出眼眶 他手指微动 神色越发严肃 那小子的结 竟然提前降临了 按照命数来看 似乎要和神国斩恶相遇了 不好 若是两人交手 那小子必死无疑 他猛地站了起来 凝视着不远处的两女一男 思考片刻后便道 严坤 你先暂停修炼 跟我去一趟飞雷岛 这一次夜晨恐怕有难 严坤听到夜晨二字眼眸睁开 周身释放强大的战役 庞大的身躯宛如一座铁塔 杀鸡涌动 曾经乾坤神族的血脉爆发 他眸子如星严肃道 是 永老 谁若敢动大哥 我便让他明白 何为上古乾坤神族 此刻的夜晨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慢慢卷入了 神国和永恒圣王的风暴中心 他现在要做的 便是面对眼前的风暴 这灵武大陆 隐世家族的妖孽天才们的愤怒 仿佛有无数死亡的光 在这一刻吞噬夜晨 不过像向阳 铜牛 黄培等人 却只是静静观望着 没有动手 他们是这群人之中 实力最顶级的存在 动手前要先观察一下 对手的实力 夜晨双眼一眯 这些人虽然大多都是 靠资源堆积出来 风门巅峰 但因为家族的底蕴 都拥有着越积而战的能力 而且他们所修炼的武技 品阶都不算低 一同出手之下 声势也是极为涉人 李延熙也是俏脸 微微色变 数十名风门存在 一起动手 即便是半步太虚的强者 也要稍稍避过去锋芒吧 可是夜晨呢 夜晨却只是面色淡然的 站在原地 丝毫闪避的意思都没有 李延熙看着夜晨 不禁叹息了一声 神色间更显失望 夜晨竟然自大到 连闪避的意思都没有的样子 在李延熙看来 夜晨是真的一路横压走来 越急而战 导致他的心态太膨胀了 已经到了盲目自大的地步了 现在夜晨的选择实在是太愚蠢了 但凡有一点战斗经验之人 都应该选择闪避 而不是站在原地啊 也许真的使他看错了夜晨吧 可就在这时夜晨动了 准确地说使他的手动了 他的手一挥 五柄造型古朴 做工显得有些粗糙的常见 便悬浮在了他的身前 正是魂器 只是这魂器与他之前 所使用的那种 样式上灵光上 似乎都有所不同 这还是夜晨第一次 使用这样的魂器 他面带微笑地看着 即将落到身前 散发着恐怖波动的 各色权印 剑芒 兽影 心中也有些好奇 这五柄魂器的威力 夜晨修有两种魂器 一种名为天魂剑 主单体攻击 一种名为神煞海 则是犯为伤害 因此夜晨锻造的魂器 自然也分为两种 现在他所用的 便是以神煞海 锻造而成的魂器 下一刻 夜晨神念之力猛然爆发 驱使着身前的五柄飞剑 向着众人杀去 而那一众人 则是冷笑 不屑 满脸的轻蔑之色 在他们看来 夜晨这就是垂死挣扎 躺臂挡车呀 先不说这五柄 看起来垃圾至极的 飞剑能干嘛 在飞剑碰到他们之前 夜晨便会被众人的 武技彻底淹没 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人 面色微变道 等等 这飞剑和当日那个 陈之凡使用的 不是差不多的吗 他们可是清楚的记得 当日陈之凡使用的飞剑 肿伤了徐胜啊 徐胜的实力 虽然远远不如他们 但也不是一般人 能随便碾压的 此时夜晨打出的飞剑 只有五柄 不可能击中所有人 但谁也不想成为 被击中的那五人呢 一时间 众人纷纷闪避 防御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即使不能真的躲过那飞剑 撑到夜晨被他们的武技泯灭就好了 想法不错 可惜他们遇到的是夜晨 躲得掉吗 夜晨冷笑一声 立刻道 爆 神煞海出 下一刻 那五柄飞剑瞬间爆裂成了一阵坟墨 而那五道神煞海魂迹 也在瞬间释放出来 一阵蕴含了神性威压 无边煞气的神魂力量 刹那间涌入了众人的脑海之中 众人的石海简直就像发生了 十二级大海啸一般 天翻地覆 万物崩塌 一时间惨叫声铺天盖地地响起 几乎所有人都是蹊跷流血 在地面不断地翻滚 痛苦无比 而那些距离夜晨的身体各处要害 还有不到一寸的种种武技能量 也在同时消散 而且这还不是一波 而是一波接着一波 足足五波 五波神煞海过后 那些出手之人 其中大半的神魂 都被彻底碾碎了 侥幸活下来的一些 即使没死 也是神魂重伤 几近消散陷入昏迷之中 他们就算不死 也只能变成一个白痴 虽然这些豪门公子 石海之中大都有品阶不低的 魂精镇守 但是他们本身的神魂素质 实在是太差了 即使魂精挡下了大部分伤害 残留的一点能量 也不是他们的神魂能够承受得起的 在灵武大陆上 魂修罕见 而且真的这么可怕 这也是为什么 楚红可以拿出那么多神云石 和叶辰购买魂器的原因 魂器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啊 当然 魂器在一般人手上 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就是了 一击过后 向阳童牛等人的脸色彻底变了 震撼到大脑一片空白 思维都要粉碎了 虽然他们实力强悍 而且站在最后 神煞海的威力 被前面的那些公子们 分散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们只是面色有些煞白 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 但他们的精神 却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他们看着眼前死伤殆尽的 一众豪门公子 不禁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叶辰刚才做了什么 竟然一出手 顺秒了数十名 封门后妻乃至巅峰的存在 这还是人吗 他们不是没有接触过魂器 甚至连太虚的魂器 他们手上也留着几件 可即使是太虚境 极品魂器 也好像没有这种威力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没见过 能够群体攻击的魂器啊 也没见过能同时使用 吴炳如此恐怖魂器的存在 就连李延熙也是美眸大张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辰 一时间连呼吸都忘记了 原本他还对叶辰失望 认为自己看错叶辰了 现在看来他确实看错叶辰了 可错的不是叶辰 而是他自己啊 他对于叶辰的实力 完完全全地低估了 叶辰根本不是什么 受到了这群人的挑衅 做出了鲁莽的决定 而是这些人真的无法 对他构成威胁 李延熙的俏脸 不禁有些羞红起来 他还是第一次这么丢人 叶辰似笑非笑地 看着向阳等人道 怎么 诸位不是要动手吗 难道是发善心了 想要放过叶某 向阳等人这才回过神来 向阳面色极为难看地说道 一起上 说吧 几人都是身形闪动 将叶辰围在了中间 叶辰微微一笑 一抬手又是五柄魂器 剩下来的顶级强者 使向阳 童牛 黄培 彩星皇 赵锐 正好五人 可是李延熙此时 却是微微醋眉 叶辰的魂器很强 而他能同时使用五柄 也很逆天了 但用来对付这几人 却是有些不足够了 首先便是魂精 魂精能够抵消魂器的 大部分伤害 而这几人的神魂 可不像那些靠外力 强行提升修为的公子哥们 那么脆弱的 即使是太虚境魂器 虽然会让他们受些伤 却不足以击败他们 更何况 这些人都是越级而战的存在 合力绝对可以占太虚一层天 而这时 向阳等五人也一同出手了 煞时间巨兽嘶吼 拳锋狂卷 剑芒闪烁 剑影激荡 掌印惊天 这五名登悬榜前二十的 顶尖天才联手之下 竟比刚才那数十名 封门镜公子出手 还要恐怖数十倍 就连夜晨的目光之中 也闪现出一丝凝重 这五人确实很强 他手一翻 兽朽剑落入了掌中 而那五柄魂器 也纷纷爆裂 魂剑斩出 向阳五人只觉得 石海之中 猛的一阵轰鸣 紧接着便传来 仿佛撕裂般的剧痛 几人狂吼一声 双目血红 显然已经痛苦到了极点 可是他们不愧为超级天才 即使疼痛所施展的五技 却没有丝毫减弱 更没有不稳的迹象 李延熙凝视着夜晨 不知为何竟有些紧张 可是眼看着攻击 就要落在夜晨身上了 夜晨却还是没动 五人一愣 随即狂喜起来 夜晨真是以为自己还能创造奇迹 顺秒自己等人啊 真是愚蠢到了极致 看来那些豪门公子 也不是白白牺牲的嘛 至少他们让夜晨产生了 自己仿佛无敌的错觉 不是吗 就连李延熙这时 都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夜晨的实力很恐怖 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自大 要败了 这五人联手 哪怕太虚一层天 没人能接得下 太虚二层天 也可能会吃力 雷冰